Hello 大家好 不用我说 Felixing XI Sport和X64 在香港是属于很主流的入门车 不过到时就会听到有人说 XI Sport和X64 换个大牙是非常麻烦 又要拆二楼板 又要拆中座 才能拆到牙齿 今天就和大家看清楚 看看是否真的这么难拆 因为其实我玩Felixing 车也有一段小时间 好了 现在我就开始试一下 我怎么换一只蚊衣的大牙出来 一开始我会怎么做呢 我会先按着皮带 先将皮带向前扭 皮带在这里松开出来 然后呢 接着我做一样东西 就是拿一只1.5mm的皮带 如果大家可以在这里 这里有一粒小螺丝 我会先将这粒小螺丝 扭出来 松开一粒小螺丝 然后呢 还要拆些什么呢 就是拆另外一边的那粒M3螺丝 用一支批小螺丝 那一粒呢 就是一样 就是中逐这面的一粒 这边呢 我就不拆小的那粒 就拆大的那粒 然后呢 一边扭 松开它出来 松开它出来的时候 你用它一推 接着你会看到一样东西 我看一看 大家看不看到 这个中逐这个呢 就已经退出来了 看不看 接着那时候怎么做呢 就直接 我还没扭上一粒螺丝 先扭干净一点 先扭了一粒3M螺丝出来 我刚才还没扭完 我看不到 这些是整天做菜的东西 扭了一螺丝 接着呢 就拆了一支中逐 这支中逐 这支中逐就拆了出来 其实 整体就是两粒螺丝 一粒小一粒大 然后一支中逐拆了出来 接着呢 你的大鸭呢 就可以整组 就已经拆了出来 接着你就可以自己需要 或者做了鸭 换回新鸭了 所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你二楼板啊 中逐其实全部都不需要拆 只需要拆一粒小螺丝 和一粒大螺丝 拆的次序呢 就先拆了我 因为我在这边蚊组 我就会先拆了这粒小螺丝 然后再拆 这里中逐的大螺丝 这一粒小螺丝 其实这一粒小螺丝 有两粒小螺丝 一粒小螺丝 一粒小螺丝 另一粒小螺丝 一粒小螺丝 一粒小螺丝 其实这一粒小螺丝 就放左右虚位的 当你用不同牌子的大螺丝 当你用不同牌子的大螺丝 的时候呢 它里面的厚度呢 可能有少少不同的 但如果我们一般玩 多数都是用回 好像 VLACING原创的螺丝 或者好像这一款螺丝 基本上厚度和原创是一样的 所以这粒戒指的尺寸 基本上我们都不需要更换 除了你虚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为了方便 我们会将其中这一粒戒指 就用胶水 直接 黏在一个扣位上 即将一粒戒指套下来 接着推上去 轻轻滴一滴A胶 小小的 你不要黏住 然后 接着呢 干了之后 就装回来衣棉 就好像 衣棉这个座 不过 可能看不清楚 大家在这里 推上去 看看对不看到烧 先 希望看到了 大家 不过就轻轻一点 我调干少一点 看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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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粒戒指 其实我黏在这里 这样就方便你安装 然后呢 接着呢 我现在就装回一只大瓦 一次给大家看 装的时候 怎么装呢 其实都很简单 当你换好一只瓦 先就套一条尾带 然后呢 就拉一条头带进去 咦 卡住了 你看看 先移回我的位置 转一转 转回去 然后套回这个瓦 然后把这个拉过来 然后就这样装回去 这个就这样装回去 不知道我刚才有没有遮住镜头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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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因为这边呢 是这样套进去的 所以这粒戒指 可以直接套进去 所以这粒戒指 可以直接套进去 然后呢 然后呢 就直接套进去 对上另一边的洞 好 一按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推过来 按进去 然后把这粒螺丝 这个就 这个就 事实方面 我就喜欢修了这一面先 因为那面是固定了的 这面就 如果你硬捅它的话呢 就捅回 收这面三个螺丝 那时候一捅呢 就有机会捅回一只竹出来 所以就修这面先的 好 修了了 2mm戒指 记住一样东西 你修这一颗螺丝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死力地修到去滑咬 因为我 因为我 如果用自己的力扭 可以扭到去 无限转都可以 所以就 刚刚一度 那就可以了 因为我见过很多人扭摊的 这粒螺丝 接着 然后再修了 另外这面 这粒 3mm螺丝 好 我可能 这粒螺丝 这粒螺丝 可以紧一点 接着 这粒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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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套回头皮带进去 皮带我多数都是这样的 按住头叉速盘 接着 转 2 3 那皮带进去 其实很简单的 你做多一两次 你就非常熟悉 所以 其实换个大牙 你可能十分钟内 你就已经可以换 并非好像 有时你在网上 见到的人说 又要拆椰螺丝 又要松下底板的钟座 才拔到这粒螺丝 其实是不需要的 因为本身去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就是方便你拔大牙 就不需要拆那么多东西 希望今次的小经验帮到大家 虽然很多玩FuA省车的人都知道 另外一件事 你记得如果你玩Sport S4那些 因为本身胶油压 你记得定期一定要换油压 还有补一补它 因为一般这些胶油压 可能你玩一个月左右 你就需要重新砌一次 还有那些O-Wing 如果以后有机会换的话 就换回原厂有一只软身的O-Wing 那只O-Wing 走出来的效果会更加好 今天就来到这一刻了 好了 今天就没话说了 拜拜